每周五局交集新过期特色资讯 欢迎收看本期特色观察室 我是查士 长州德凯奥特曼终于迎来了倒数第二集 虽然阿加木斯依然忘不了用那段吟唱恶心观众 但好歹是光速退场了 整集也是可圈可点 尤其是前半部分对于TPU成员的刻画 很好的展现了结局前情况的危机 算是弥补了 观众看特拉菲扎都看烦了 而导致压迫感不足的问题 同时本集也解释了阿加木斯为啥没事就背单词 因为阿加木斯吟唱的 就是他教妻子地球语言时候的单词表 虽然合理了很多 但很多观众表示 就这么几个词你是教了多少遍 让你印象这么深刻 你妻子到底是有多难教啊 学地球语 先背单词 花朵树木 天空微风 哦我死去的记忆 但是因为这个被洗脑确实情有可原 但这逻辑也不对劲了 你们都结婚了就没啥更甜蜜点的回忆吗 哪有跟敌人打架一只夸敌人的东西好了 人家打架都是 任何邪恶 重要商业一会儿 结果你是 abandon abnormal abold aboolish 我死去的记忆 所以说这也难怪观众都接受不了 哪怕你随便说一句 hakulama tata也比这个强 所幸最后招映还是顺利下线了 而根据预告 结局似乎是 精英胜利队全员 合力击败boss 看起来没有什么烂活 也没有推力加强行强戏 平稳落地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希望能在年前留下点感动吧 上周的豹太郎战队中 索诺妮实现了一集挡两次刀 感觉练成百分百空手夺白刃 值日可待啊 所幸最后的最后 狗哥用几乎所有的点数 复活了索诺妮 没有让这个人气角色提前退场 脑人三人组都获得了成长 找到了最开始追求的东西 观众们非常感动 并表示 这不是豹太郎战队吗 怎么脑人次在感这么强 与此同时 狗哥顺利归队 终于实现了五个初始角色 在TV本片的首次同步变身 但没有唱名还是有点遗憾的 而关于伏笔方面 这期不但没回收 反而又挖了一堆大坑 有太郎被指不向人类 狗哥疑似陷入修罗场 还有就是次郎的女友 好像是不存在的 这不免让人冷汗直冒 当然这也代表着 最终boss肯定是企恶受人了 很多观众表示 难怪抱太郎战队上了那么多平台 唯独没上XX视频 上周的假面骑士疾呼 由于信息量过于庞大 导致最大的疑点创世星是谁 都显得不那么让人好奇了 首先是吉恩表示自己是次元的旅行者 不知是否代表着 DGP是由一群更高维度的生命体举办的 其次本集基本确定 混视图并不是由人类变的 而是由拟太成人的能力 还有就是牛牛 不惜变成混视图骑士 也要逃出养怪大鹏 结果发现他所在的世界 似乎并不是原来的世界 而最令人在意的就是 DGP钱财环节 明确指出 福士英寿的年龄为21 这与他讲述2000年前 第一届就参赛了的说法不符 但也不排除他是时间旅行者的可能 同时吉恩还发现 福士英寿母亲的名字 并不是密兹妹 这似乎代表着 现在的福士英寿 可能和照片上的小福士英寿 并不是同一个人 但具体是平行时空的英寿 还是混视图变的英寿 还是被奥特曼附身的 死去了的英寿 就不得而知了 联想到养怪老头 对福士英寿的在意程度 英寿是混视图变得的可能性 确实是很大的 但如果是这样秘密被揭开以后 应受战斗的理由 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首先他不像景和那样博爱 也不像迷因那样有明确目标 甚至没有和队友建立深厚的感情 这使他明知道自己是混视图 也愿意为了朋友保护人类 而如果直接变成反派 站在人类的对立面 这可是成奸党啊 小朋友要学坏了的 总的来说 创世星是谁 是真的没人关心啊